我帶你四處參觀一下 就是這裡了 我幫你介紹吧 她是我德力助手,Kerry 這位是馮教授 你好 你好 Kerry 我想簡單地介紹一下香港的地勢 好 香港的地勢多山, 而且發展籌密 再加上天氣和地質因素的影響 所以每年都會因為暴雨 引致很多山梨傾瀉 土力工程署平均每年接獲 大約三百宗山梨傾瀉報告 嚴重的山梨傾瀉 足以造成人命傷亡 建築物損毀 對, 還有道路受阻等的事故 不如我們先看看資料吧 香港、本來越來越直接發展 很嚴重的山泥傾斜事故 引致18人死亡 香港實在不能再承受 像壽茂平和寶山道 這些嚴重的山泥傾斜事故出現 所以政府在1977年 成立了土力工程署 土力工程署主要的工作做什麼? 我們過來這邊看看資料 土力工程署成立初期 主要兼負兩項重要任務 第一,是監管岩土工程 確保新建的斜坡符合安全標準 而第二,就是負責推行 防止山泥傾斜計劃 目的是鞏固戰後 因為急速發展所留下 有潛在危險的人造斜坡 早期七八十年代的 防止山泥傾斜計劃 每年大概鞏固五十幅 政府的人造斜坡 主要針對的就是高樓大廈 公共屋邨、醫院 和學校附近的人造斜坡 因為一旦在這些人造斜坡 那裡發生山泥傾斜的話 人命傷亡的後果 將會是不堪設想的 進入了九十年代 土力工程署已經成功阻止 嚴重的山泥傾斜災難再次發生 不過,1994年 西環觀龍流斜坡發生山泥傾斜 導致五個人喪生之後 市民大眾對政府鞏固斜坡的進度 不是很滿意 所以,土力工程署就在1995年 開展了一個 五年加速推行防止山泥傾斜計劃 將鞏固斜坡的數目 由每一年五十幅 大大提升至二百五十幅 而且將範圍擴展至繁忙道路 和行人路旁邊的斜坡 土力工程署透過推行這個 五年加速計劃 山泥傾斜的風險已經逐步減低了 但是,1999年石劫尾山泥傾斜 造成七百個災民無家可歸的事故 再一次提醒我們 其實香港仍然有為數不少的 高風險人做斜坡,還在等處理 土力工程署於是在二千年 緊接五年加速計劃 推行延續十年防止山泥傾斜計劃 目標是要在2010年前 恐固所有影響主要道路及建設的 高風險斜坡 現在市民很著重環保和陸化 土力工程署在這方面有什麼方針? 土力工程署亦意識到 公眾越來越關注邪坡的外觀 所以在鞏固邪坡的時候 加入陸化和生態保育等元素 令邪坡和周邊環境融為一體 在過去三十多年推行的 防止山泥傾斜計劃 最主要針對的就是人造邪坡 在2010年完結的時候 這個計劃就會處理接近一萬人造邪坡 那天然山坡呢? 當人造邪坡的風險逐漸減少的時候 天然山坡對社會構成的風險 也會因為城市不斷發展而增加 有鑑於此 土力工程署就在2010年推出了一個 全新的長遠防止山泥傾斜計劃 將會同樣注重人造邪坡和天然山坡的風險 在2008年6月7日 持續暴雨 引致發生超過一千宗天然山坡的山泥傾斜 足以證明將天然山坡 納入新制定的防止計劃之內的方向 是正確的 在長遠防止山泥傾斜計劃之下 土力工程署每年會鞏固大約 150個政府人造邪坡 並且為100個私人人造邪坡 進行安全篩選研究 同時也會為30個靠近建築物 以及重要交通走廊的天然山坡 進行山泥傾斜風險緩減工程 那處理天然山坡的方法 和處理人造邪坡的方法 是否不同呢? 因為在天然山坡 進行大規模的鞏固工程 是不設實際, 而且費用昂貴 還會有外環保 取而代之, 我們就會採取風險緩減措施 例如泥石欄和防護屏障 用一些比較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來緩減天然山坡山泥傾斜的風險 近年, 土力工程署 在提升邪坡安全方面 有顯著的進展 而且還採取了先進的科技和設備 土力工程署 也會經常跟世界各地的專家交流經驗 令香港的岩土工程技術 能夠保持在國際水平的最前線 目前全香港已經登記的人造斜坡 大約有六萬幅 香港的土地有六成屬於天然山坡 由於斜坡受外來因素影響 發生山泥傾斜的風險 仍然是無可避免的 鑑於極端氣候變化難以預計 只望未來 在暴雨期間 香港仍有可能要面對 嚴重的山泥傾斜的威脅 市民應時刻保持 對山泥傾斜的危機意識 土力工程署會繼續努力 為市民服務 完善斜坡安全系統 令香港能夠繼續成為一個 安全及陸化的國際大都會 的部份 總統 架 社群